中国大陆他在做歼35 在做高性能战机 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所部署的 都是高性能战机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见到歼35 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动物五行跟动物两D行 中国大陆如此大量的造舰 跟下饺子下水饺一样 这种惨能就已经产生了 非常惊人的战略吓阻效用 也让了跟他去竞争的强权 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关心到 今天我要来看到的是 海上的跟空中的军事竞赛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海军新闻的报道 说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说 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第十艘 我们看到它的万顿大驱 也就是新型的055型的驱逐舰 是已经在大连的造船厂 已经下水了 那同一个时间 其实正在打造的 还有的是第六艘的052D的 大型的这个驱逐舰 中国海军所有的新型飞弹驱逐舰都是在大连还有上海建造的 那我们现在最新看到打造的新的这些战斗机 战斗舰也都是在大连通常被称为大孤山的二场来做进行的 我们现在看到如下水角一般 我刚刚提到的两款这个055还有052D型的驱逐舰 都刚好承担什么样子的一个不断下水角 在继续的建造又有什么样一个重要的作战任务 中国开启新一波南水海军背后所有有什么样的战略构想 张静老师 我想诸位必须要了解这是动物五行跟动物两D型 这两种舰型它的基本任务职能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两种舰型在配合不同的编队之中 譬如说跟两栖母舰或者航空母舰相互共同编队 而且纳入它的作战序列的时候 它的任务职能也会不同 但是假如这两型舰它自己担任兵力序列之中的 编队的核心的时候执行反潜水面打击防空哨戒 这个雷达的哨戒或者说是护航或者水雷作战的指挥舰 或者这个对地的打击舰的话 那它的任务值呢也不同 我们把它想象成说这是两个两型舰是个优秀的演员 但是在不同的剧本之中 它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配角 只要它能势如其分把它的那一段剧本演出 那它就是成功的 那为什么如此大量的造舰跟下饺子下水饺一样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面对当前的战略环境的变化 以及对于两岸的形势有它的焦躁感跟急迫感 所以它预期可能会发生了跟主要强权之间高强度的中途 而且会产生大量的消耗跟战损 那假如这种最糟糕的状况没有发生的话 它也有意要经略海洋要扩大海洋军事活动的范围 所以也不外乎这几种原因 所以它才会积极的造舰 但是从这个积极造舰的过程 这种产能就已经产生了非常惊人的战略吓阻效用 也让跟它去口口声声 跟它去竞争的强权 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 好 还像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战略吓阻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准备 这张照片是来自于沈阳的一架原型战机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正在重新研制的是它的歼35战机 而且这一次是做陆基版本的 这个是FC-31 好 过去中共研发歼35 主要是在这个航母的舰载机的版本 现在我们看到特别今天要来关心到 是因为它重启了陆基版本 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和现在传出 和巴基斯坦要购买歼35这个计划有关系 我们也在思考说 这么做的原因是它自己的内部已经足够用了 所以才可以开始来做外销吗 李老师怎么看 是的 当然是这样 因为我们就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因为事实上现在中共现役 我们也常常看到了 像歼16就有300架 歼20现役有250架 那这个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本来这个歼35它是要做这个也要做海基版 就是航母上起飞所使用 那我们这些前阵子也是在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 就是这个福建舰它到底会造几艘 因为当然有一些争论 还有提到什么核能的这个 会不会建造核能这种类型的 但是以一些研究的显示 就是以中国他们 就是中国大陆它做这种武器 它其实它的 常常会大家讨论忽略一个时程的问题 因为他们这个时程 事实上大家常常讲得很轻松 说像在下水角一样 是形容它的数量 但事实上他们从立项到能够成军 其实它都是五年到十年的计划 那回到跟这个问题什么观念呢 因为事实上 批诺出来的资讯是显示说 如果假设还有两艘的福建舰 这个要下水的话 那每一个福建舰它的编队 预计原先是各两个中队 就是30架 那其实这样看起来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以它现役的数量 还有它在研发 那我们当然刚才提到 巴埃斯兰要采购 这个会有点类似美国 就是F22它本身使用 但是F35是作为出口跟外销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有自己 国内自己所使用的 也有外销它所规划的部分 我们持续来看到 中国大陆这一次呢 抢先把尖三五卖给巴基斯坦 在战略上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 是不是也跟这个要包围南亚大敌 印度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跟印度之间 也有一些战略上面的冲突 那中国跟印度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大前委员 对 中国大陆其实跟巴基斯坦 过去就有很密切的互动和关系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的这个结盟的态势是很明显的 那你说中国大陆这一次要卖尖三鼠给巴基斯坦 当然一方面是协助巴基斯坦能够牵制印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大陆恐怕有更宏大的 这个布局 就是刚才我接的张庆老师所做的评论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所面对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最大的对手是美国 他现在面对的就是美国的印太战略了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试图在印太战略当中 做一个对应的相对的这个措施 不管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军舰 现在这个快速的不断的在建造 因为美国的印太战略的这个围堵的压力 就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而且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就一定是来自于海上 所以不管是这个西太平洋或者是南海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 未来它都预期到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冲突 所以它必须准备一定的实力 不是说它要去侵略别人 但是它总要自保 那同样的在这个战机的这个建造过程当中 也役附如此 就是说中国大陆它在做歼35 在做高性能战机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家注意一下 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所部署的 都是高性能战机 美国未来打算用这样的方式 来防守第一岛链 减少它的人员的这个派驻 所以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建造歼35 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那么巴基斯坦跟它本来就是有 这个兄弟伙伴的关系 所以它把高阶的高性能战机 卖到这个巴基斯坦 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这个协助巴基斯坦 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以牵制住印度 牵制住印度不是为了印度而已 牵制住印度是为了美国 是为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 因为印度在中间美国预期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巴基斯坦这个牵制住印度 自然就会降低印度 在这个配合美国的行动上 它就有更多的顾忌跟考量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 我今天要研发高性能战机 我的成本效益也要考量一下 就是虽然中国大陆 有很强大的国力跟财力支援 但是毕竟如果我的高性能战机 也能够顺便卖给一下我的盟邦 这个赚一点这个收入 对我接下来再做其他的开发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第三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说 其实中国大陆类似像美国 美国高性能战机卖给谁 卖给他忠实的盟邦 不要说谁听他的话 谁配合他 美国才卖给他 美国对谁有疑虑 美国就不卖了 美国向来就是拿这种 什么F-16 这种战斗机来做交换的 那么同样的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能够有高性能战机 卖给巴基斯坦 将来我相信 就是说这个战机性能如果很好 那么其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国家 希望能够向他采购 那他手上就多了一个筹码 是 好 美国不断 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的 就是为了要对付美国在背后的崛起 所以我们也要持续看到 他在这个第一岛链这边 派驻了越来越多的战机 那也是刚刚大前委员提到 要减少人员在这边 需要大量的进驻 除了我们刚刚关心的F-35之外 我们也要来关注的是 另外一架是歼20 好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新闻报导 说有一个卫星影像显示 中国大陆将六架他的歼20的战斗机 都部署到 这个地方是西藏 我们看到这边的一个空军基地 叫做日克泽空军基地 画面上我们带您看到 那这个基地其实离印度的边境地区 只有150公里左右 过去歼20战机不常会进驻在这个地方 这一次在这边部署是非常罕见的 也代表说现在中印边界 我们可以看到军事的威胁正在不断的升级当中吗 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张静老师如何看 那我们也看到说歼20部署到这边 一边是有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中国制的歼20 另外一边印度的部分 从法国所进口采购的标峰战斗机 未来会不会来对上 那如果是这样比的话 谁占优势 张静老师 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 其实就是歼20 就是进驻到西藏周边的空军基地 而不是始至于今日 老早就有 它这个是所谓的叫做轮战进驻 就是轮流战备 然后进驻 然后一段时间在那边活动完之后再有 它没有就是经常性的进驻 假如真正已经到达经常性进驻 你必须有配套的相关的厂务跟后勤的资源的 这些就是部队的进驻 而且这些设施要建立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不必就是断言说 这两边的这个紧张情势是在升高 但是您既然提到 印度那边的所谓的这个飙风战机 印度哈姆朗当总共只进了36架 而且这是完全各自化 它叫做Rafael DH是双座机 Rafael EH是单座机 总共只有28架单座机 跟8架双座机 然后分在两个基地 那离日克泽这边 在印度的西北方是Ambala的第17中队 另外一个是远在这个东北部 就是靠近这个Sijina那附近的 就是Hashimara的101中队 所以这个假如说今天说两边能够对阵 大概是Ambala的Ambala这个17中队可能 那它配备的当时这个 印度买了250发的这个所谓彗星飞弹 它的射程跟这个歼20上所配备的这个PV15 两者这个距离是相当的 但是毕竟所有空战是整个组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这个相关的资讯显示 他进驻之后 他不是说只是坐在那边 在本场那边飞行 他有很多就是很高强度的 沿着边界的这个做的一些战术任务 其实这个印度方面 也没有办法拿出筹码跟他对阵 也就是他在那边飞了个半天 印度这个飞机就是其他 较比较低劣的战机 三三来迟 然后做个马后炮的回应动作 所以你光从他的整个部署的样态 以及执行的任务就高下立判 好 最近我们持续聚焦在海上 美中的军事在海上面的一个大PK 这是来自于最新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 中国大陆的海军大连的造船厂 已经让第十艘的 画面上您看到这一艘 055的型的驱逐舰正式的下水 那我们也来看到说 如果按照美国的海军航母打击群编制 这边是说由一艘航母 搭配五艘伯克级的驱逐舰的话 来做推算 那么中国大陆如果你有三艘航母舰队 要跟美军抗衡 大概是需要15艘 特别提到的是15艘的055的驱逐舰 展望未来中国大陆如果迈向四艘的航母 那势必就会需要这边做了统计 要更多更多的055型的驱逐舰 好 现在我们来看055驱逐舰 后续还会再持续增舰吗 那055型的驱逐舰 可能会发展到多大的一个规模 大宗老师如何看 对 我们想055驱逐舰 万顿达驱 它的满水量大概是13000吨 那长180公尺 快20公尺 的确是一个海上的旁满大物 那一直是由大连跟江南造船上所建造 那它的第一批次已经完全成军 包括南昌舰 拉萨舰 安山 延安 无袭 尊义 咸阳 大连舰 那现在是所建造的是第二批次 因为通常第二批次的船来讲比较新 会有一些改良 或是有一些增强跟调整的地方 所以加新舰 保定舰 未来还会有 那有一说就是一般判断 可能第二批次的八艘 在2030年也许速度快的话 一切顺利的话就会完全成军 所以到时候可能 中国大陆海军就有16 4号 055的万顿达驱 那它所面对到的是谁 面对到目前 假设以美国为家长敌 因为美国的海军 目前还是有巡洋舰的配置 抵抗特洛加 但它比较老 慢慢要淘汰掉 那还有所谓的74艘伯克级 伯克1 伯克2 伯克3 大概有70几艘 那目前美军是想要去 在大概建造18到20艘伯克3系 那伯克级的 虽然也是所谓的 美国定义式驱逐舰 它的盾位是比055要小 它大概8000多吨到9000多吨 左右 一般来说 它被视为是美国海军 这建造时间最久 因为它横跨上世纪到现在 未来还是美国海军的主力 伯克3级 所以05级对的就是 所谓的伯克3 这样的美国的 从上一世纪到现在 不断改良的军舰 那不管如何 目前来说 中国大陆海军未来的这个编制 主要水上上散立的4到6艘航舰 6艘075两栖登陆机 两栖攻击舰 16艘刚讲的05万顿大驱 40艘052D 再加上50艘所谓的054AB 所谓的护卫舰 牵不下 牵不管水下战力 对比的是美国什么 因为美国最近几年 比较紧张跟忧虑 因为它在主要作战舰的 建制的数目是 落后于中国大陆 所以目前美国有所谓的 2045年建军计划 目前来说 美国的主力的舰艇是 2024年290艘 它希望能够在 在2045 2050年的时候 能够达到350几艘 那它的配置带是 包括水下战力就是 大概有12艘加66艘的 所谓的这个哥恩比亚级 这个战略赫斯东尼潜舰 跟威金尼亚级攻击潜舰 12艘航舰 应该比现在多一艘 96艘所谓的巡洋舰 跟军方舰 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 伯克级 最新还有所谓的 星座级军方舰 大概有50艘 大型跟中型的 两栖作战舰艇 以及82艘后勤舰艇 但是有个地方也很重要 美国的规划 还包括150艘 水面跟水下的 这个无人载区 那目前这是美国未来 全方位所要建造的 舰队规模 主要当然是抗衡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 过去20年的 这个造舰速度太可怕了 是像下饺子一样 美宁的这个船 新的船服役下水的数量 可能都比原来比欧洲主要先进西欧大国的总和来得多 美中都在比这个海上的舰队谁比较多 越来越建造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刚刚除了老师帮我们提到的055型驱逐舰 老师还帮我们提到的另外两个是052D驱逐舰 说最近又增够了11艘 另外提到的054A的护卫舰也在增够20艘 我们看到未来三四年内 这个解放军的部分 都会来完全的做交付 接下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驱逐舰跟护卫舰 两款舰艇优势 我们请议员来带我们看 我们要先理解在现代的军舰建造时间非常的长 即便是对中国大陆来说 已经比较熟练了054A的护卫舰 从开工建造到下水也要一年多的时间 再加上一年多的时间再继续训练以及整备 所以总共需要两年多时间 那么在战争初期一旦真的开打 海军当然是仰赖现有的战舰 那战时你不可能说立刻建造一个新军舰 然后马上用来作战 所以实际上一旦战争开打 海军拼的是什么 拼的是存量 拼的是我现在有多少的战舰可供使用 而不是我所有的制造的能力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 它即便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055型的驱逐舰 还是要多采购 多制造052D驱逐 以及054A的护卫舰 就是因为它们虽然不是最先进的舰艇 但是呢 它们是中国大陆海军最成熟的作战舰艇 就包含它的建造跟训练都非常的熟练 而且呢 就是它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增加可以作战的舰艇的数量 它才能够平均上提高它即时的战斗力 虽然这几个舰队它不适合用于远洋的作战 但关键就来了 就是它是在近海防御 然后来巡查跟警戒的任务的时候 都能够发挥比较灵活的相关作用 而且呢 就是一方面它是基于舰队结构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 当然这两款舰队也都有它各自的特殊 像刚刚说的052D驱逐舰呢 它当前呢 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海军作战的重要支柱 有先进的防空 反潜和反舰能力 甚至呢 也可以同时对付多个的空中和海上的目标 而且规模比较小 也适合大规模建造 054A的护卫舰呢 这是一个成本比较低 性能比较出色 它的反潜跟巡逻能力也都非常的强 所以现阶段 它之所以要大量的制造 这两款其实也传递了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也就是说 中国的海军正在积极的 很主动的 应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压力 来迎接外部的军事威胁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 海军打的就是纯量 我现阶段 我为什么要像下饺子一样 越下越多 就是因为预测到 未来的冲突在所难免 那么到时候当美国的军舰数量下降 而大陆的海军舰艇舰队上升的时候 那么相较之下 这个差别就一目了然 好 除了比刚刚说 造舰速度最重要的 还有它的存量到底有多少 我们继续来看 那共军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于美军来说 会造成多大的一个压力 像这个 我想我们看美军的部分压力 很难可以想象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海军的军力 众所皆知 他现在已经第一名了 已经赢过美军 现在在总体的 中美的部分的对峙 但是我们要从个角度来看 对于美军的压力是什么 压力从来不是个地域 或者是大家 你有多少武器 我有多少武器 你有多少军费 每年我有多少军费 而且那个是压力时间点 所以压力时间点 现在大家在国际上 大家在看来就2027年 也就是2027年之后 中国大陆是不是武力犯台的 这种所谓军事的 这种思路 或在军事的准备 因为你每一年你都在舰艇 但是最近有什么样的变化 以及未来一个最关键的时间点 你设定在哪里 所以现在众所周知 现在都在设定 2027年中国大陆 最有可能犯台的一个时间点 在整个印太 整个亚太 包括第一岛链这个过程里头 美军所要承担的压力 或中国大陆现在 哼啪啪啪 什么东西都在建 那这个东西为了什么 首先我们首先来看 眼前的部分都知道 台海的对决 在一旦第一岛链发生有真正的 这种历史性的 很重要的 所谓对于台湾的发动战争 毫无疑问的最大关键是海军 它是以海军带动空军 跟最后登陆陆军 它跟我们在乌克兰当中看到的 陆军在对抗 那么火箭军等等的 就是说飞弹的部分 这不太一样了 整个结构不同 所以海军一直就是台海 或第一岛链当中 最大关键的核心军种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这是我们都长期知道的 但是此刻我们都知道 最近这一两年当中 很多的变化 首先第一个部分 中国大陆在南海当中 所谓中美飞之间 这方面的缠斗 虽然是海警的部分 跟菲律宾当中一些渔船 或大家搁置军事演习 可是众所皆知 甚至前一阵子 在还没有围绕军演之前 大家都甚至认为 哇 可能中飞之间海域的部分 是更危险的 所以在这里头 各位 中飞海域当中 它可能就不见得是所谓航空母舰的战争 它更多的是像驱逐舰 像刚刚讲的052D这种昆明级 或054A 那么现在可能也 最近中国大陆加定了31量 31个 31骚 这两个原来已经要停产的 就像刚刚汉廷所提到的 它就训练建制当中很快 而且要把054A 更把它的武器翻译成054D 大家现在公认说 它不会是054A旧的 旧的部份的舰艇 它在武器系统方面都会有所改进 只是说这里头的运作 员工要在哪里睡觉 吃饭干嘛 操纵舰哪个地方 这个都非常非常熟练 而且我所看到 就像刚刚和你讲的 一般过去来讲 可能你训练的这些官士兵 在舰艇上需要时间 但是你用052D 或者054A或B的部分 会更快 更加速 可能只是新武器的训练而已 所以简单来说 实际要知道 整个进来的军力当中 美国方面 之前都已经说 中国大陆接下来 包括前舰会有65艘 美国方面的情报 提到 中国大陆没有承认 也没有表达 但是以这样子的规模 前舰的护卫 也需要类似像 昆明级052D的这种驱逐舰 来护卫 南海也要 还有钓鱼台啊 不要忘了 钓鱼台当中 一旦真的打起来之后 第一岛链的东西 需要的海军军力 不是只有这纸刷和航母舰 需要的驱逐舰 真的要这样 饺子这么多 可能还都不够 再搭配还有火箭军 整整整齐的相关的配置 所以我觉得要回头口来看 什么时候是美军的压力点 中国大陆的 无限级的部分的扩大 还不止 包括导弹 他们的火箭军 也在同时进行 也不止支对台湾 包括钓鱼台 包括菲律宾 这些特别设定的时间点 2027年 所以这个部分的压力 要从时间点来观察 中国大陆到底 现在对于军力的投资 只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吗 只有美国情报当中 分析的这些吗 恐怕比我们想象中 可能还会更多呢 好 所以我们持续要关注 在这个海上的武器部分 还有2027这个重要的 这个关键年之外 我们也来看到是说 刚刚上这个特别提到的南海 最近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布局 动作也相当的多 那最近是来自于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 中国大陆正在建军海 南岛上两座海军基地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关心的是 基地的建制 好 这两个地方叫做榆林 另外一个是龙坡 我们来看到这个 是卫星画面显示 中国大陆大幅的建军 在这边的一个设施 还有码头 可以让12艘的潜舰 进入基地里面做停泊 还包括可以停泊 核子攻击潜舰 好 都是在为台海冲突 来预作准备 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可以为台海 还有刚刚提到的南海 这两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带来多大的一个挹注 大宗老师如何看 对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榆林基地 本来就是中国大陆 很重要的一个海军基地 不管是对停泊水面舰 还有主要是潜舰 因为我们看地理位置可以知道 从这个榆林 这个海南岛往南走 进入到南海 基本上 这个地带就是 因为比较难被其他国家所侦测 因为海够深 那所以这一次所征照的一些 一些画面里面可以看到 包括机场跑道 这个海军军港的码头 潜舰的设施 甚至机库等等 都有很多新的一些设施 那其实这样的新闻好了 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并不罕见 每隔一两年都有类似的新闻跑出来 对 这只是代表说 因为榆林当然只是中国大陆 众多海军基地重要的一环而已 其实应该是全方面去做运作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说 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记得上个月有举行 所谓的美国海军联盟会议研讨会 那时候跟台湾还相关 当时的美国海军军力部长 在演讲上有特别讲说 他意思是因应美国的挑战者 大概只要指的是中俄 所以代表说美国目前来说 海军的这个建造能量跟数目是不足 必须要迎头赶上 加大投资 加大预算 快速生产 而且还要跟美国的盟国一起合作 这样的工业生产力 以及维修能力 所以我觉得 因为海军的建设是长城 需要大量的钱 但是我觉得 目前美中两国各有优势 因为怎么说 因为中国大陆有后发优势 包括它造舰的速度 等等运用的科技 但是美国毕竟 它是个老牌的海洋强权 它以操作潜舰而言 它历史非常非常悠久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些 它比较强的地方 就是包括 因为如何运用这个航舰 我觉得美国的经验比较丰富 因为它的航舰 以前是战斗群 现在打击群 那目前就要看 中国大陆 现在极其直追的速度有多快 我要讲的是 它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它后面看不到的是 人才 技术 科技 这个是真正绝死雄的关键 是 好 同样一个问题 汉庭议员如何看 就有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导 然后随后就分析说 你看它是为了要因应潜在的台海冲突 甚至是在挑战美国 在该地区的制海权 然后实际上中方的扩建 并不是单纯为了台海冲突所做准备的 事实上它本来就是中国海军 在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叫做南海大后方的战略 其实从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提出来了 十几年前的时候 其实两岸关系是非常和平的 那么另外要说叫挑战美国的制海权 也不对 因为在中国的立场 南海本来就是中国的 那么在我们的立场 这个立场是中华民国嘛 所以为什么要在海南岛 当然是因为它的军事地位 以及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这里部署基地扩建机力 它当然就可以提升 整个海军力量的投射能力 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战力据点 然后把军力部署在这个位置 就能够让军力能够辐射到 整个的南海地区 对要保护国家的海洋资源 或者是一些其他受保护的国家 也都能够起到相对应的作用 因为也随着一带一路的兴起 所以当然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 对中国来说当然越来越重要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海南岛基地的强化 也有助于海上的整个的贸易路线 然后对中国到来说 跟其他国家的海外贸易 跟国际合作 都是有利益上的帮助 所以它不仅仅是单纯因应 所谓的台海的冲突 它本来就是中国海军现代化 重要的一部分 为的是自己国家的常人利益发展 当然在一方面 也是增强了潜艇的一个隐蔽性 因为解放军的水下力量 就包含像潜艇 它就可以透过航道 进入到南海的深处 那么它的行踪 就会更难被追踪到 而且也能够海南岛 作为潜艇的重要的补给基地 能够有更多的维护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补给设施 那当然啦 是因为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 我们才会觉得它似乎可以为未来的两岸冲突做好准备 那虽然可能十多年前提起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南海大后方没想到 但是可能未来真的会拍上用场 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另外在解放军 结束两天的围台军演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有哪一些新的动作是 来自于浙江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 特别提到了一段时间是5月27号到6月15号 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间6点在东海 宁波 象山 沿海这边会进行20天的实弹射击训练 而且是禁止驶入这个地方的 从地理位置来看 我们知道宁波 象山跟台湾有段距离 但是这一次实弹射击训练 达到了三周的时间 算罕见吗 张静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新闻 因为是在演习完之后 被大家胡吹乱盖 已经越扯越离谱了 大家只要去对比一下 这个把区以往是不是有潜力 在这个把区做这种射击的演练 是家常便饭 司空见惯 是不是都在相同的季节 因为我们都讲说 我们这个军队有演训的季节 也有这个叫做整训的季节 也有说整个去整理重编的季节 所以也有淡季 演训也有淡季跟旺季 所以是不是在同样的季节 也有这样的射击演训的活动 那这些射击演训活动 是不是有搭配其他的军事活动 还是只是去那边进驻演训 我可以跟各位揭开这个民体 他有六个点 他发布了六个点 大家把那个六点连线 大概就可以猜出来 是涉及最多是小口径的火爆 一般来讲是属于单兵的 或者说是小部队使用的 这个就是搬用 排用跟单兵所使用的武器 它对海的涉及 然后你再去观察一下 这是设置的靶区 然后对相关的靶琴 就是靶场的勤务 到底设置了什么样浮标 做了什么安全的备备 然后验靶的这些 就是相关的设施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 而且我再讲一个最关键的字眼 大家看一看 它是每日早上八点 然后到十点钟结束 也就是天亮的时候 连夜间操演都没有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把整个东部战区 各个部队都召唤来 大家轮番来做测试的演训 来做这个演习 所以它会搞的 因为单位很多 所以它延长了三周 我们就讲 就是我延续刚才我所讲的 这各种洋和尚 天天来吓我们 我们现在就跟草木皆兵 这个风声鹤唳 稍微有什么消息 每个人都可以大做文章 这次演习 人家在东海存了一个船 然后有几个弱智性的媒体 那个智商不足了 还在那边猛爆如何如何 那个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但是这种东西 这种消息 在整个台湾的湘京前面 它就是有言论市场 所以我必须要讲 所以就跟这个就是 这个滨海战斗团一样 这个滨海战斗团做的东西 其实它的档次是非常非常之低 滨海战斗团是怎么回事 是美国全面裁军 招人招不到了 明明那个部队越说越小 最后就这样 重新就跟这个洗牌一样 就硬就创造出来 这所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滨海战斗团 它这个名称是很好听 陆战队是攻势部队 这个是个守势部队 对于传统的陆战队而言 见到这个 那个就会皱眉头 但是你对于维持陆战队的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生存而言的话 你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所以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有一个非常 你知道就是臭屁的一句话 说我们跟海军都隶属于海军部 你知道但是那个海军 只不过是Uber 你知道对不对 是不把我们送到去 这个战地 真正的仗是我们来打 他们不是taxi就是Uber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没什么 所以我就讲 你今天明明是个公司部队 你把它搞成 今天东塞西塞 然后面对现实的状况 然后整编出来 这滨海战斗团 这可能是美国 这个就是海军陆战队 建军这么多年以来 最羞辱的一段时刻 谢谢张靖老师 我们持续同样的问题请教 庄老师又如何看 这个20天的演训 刚刚张靖老师 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些 他主要公司就是手嘛 你又如何看 其实不只是这次 围棋三周的东海实弹射击训练 包含上个礼拜的这个联合力舰 2024A所谓的环台军演 如果你有观察两岸的报道 发觉差很大 大一起去 基本上中国到外面的报道 数量很少 以这次的东海实弹射击为例 我差了半天才比人强 在央视差到一折 数量很少 不像台湾这边 报的这个正天响地 然后又是头条 又是及时 再来呢 他们报道非常简略 关于这次东海实弹射击的报道 就如同我们节目标里讲的 说明时间地点 危及三周 就这样子而已 简略不到一百个字 而且是由所谓的这个 浙江海事局发布的 并不是国防部 另外呢 它内容都有融合的政治位 以之前联合军演的报道为例 他们在这个新华社或央视 还有这个人民日报录出时候 都会搭配一些政治宣传 比如说里面有一张照片 非常这个流传 就是一个解放军的飞行员 他在飞机座舱上 张贴了这个国徽跟军徽 然后透过这个驾驶舱 拍出一张照片 拍到台湾的中央山脉 认为中央山脉跟国徽军徽 同框了 很有意义 而且搭配配是 我的战机绕着宝岛飞 足足的政治宣传 那这次的这个东海实弹射击呢 基本上呢 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但是所谓的东方兵圣 孙子讲的嘛 兵者鬼道也 那西方兵士 西方兵士克劳塞维 直接讲过 这个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虽然他整个涉及训练的公告呢 讲得非常轻妙淡写 只有时间地点 但是呢 却有隆隆的政治味 我想这是值得再做后续观察的 好除了这场军演之外 我们持续来关心的是 东海的部分 日本防卫省呢 我们来看到在5月27号这一天 也争获了一架来自中共的 无瞻一灵无人机现宗 在东海的上空 好无瞻一灵 我们画面上 持续来看到他的一些小资料 最高飞行高度 14500米 最大飞行速度 650公里 最大的航程 4000公里 可以挂载两个副油箱 飞行更远的距离 好武器方面呢 无真一灵的雷达 还有光电系统都十分的先进 因此至少能够使用的是 七种的精准弹药 好除此之外 我们也来插播一个 刚刚发生的最新消息是 美军全新的F35B 逆中战机坠毁爆炸 飞行员逃生重伤 好这一起事件才刚发生 我们先插播 后续有比较详细的情形 我们再为您持续做报道 我们来看到这一次大陆的新无人机 无真一灵曝光了 在解放军庞大的这个无人机阵容中 它有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吗 卓老师 好这个无真 这个无真十号这个无人机 其实它也是一般称之为 什么一龙十号嘛 它叫云影无人机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它本身是可以逆中飞行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它本身 它是真打一体 它既可以侦察 它也可以打击 所以它可以去收集这个地面的情况 它可以收集军舰的 这个海上的情况 它也可以在必要 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这个有发射这个武器 飞弹来进行攻击 所以它的对于这个战争上的使用来讲 除了刚才讲到所谓的真打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扮演一个 所谓中成辽机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对于大陆 就对于它整个部队要进行攻击之前 它可以去掌握这个战场情况 它可以进行这个情报也好 监测也好 侦察也好 甚至可以进行一些电子战的功能 所以它的功能 其实有很多种的功能 都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无人机来执行 特别是无人机 它的作用是在于说 它可以去补充 它的这种长城打击的火力的不足 虽然大陆有非常丰富的长城打击火力 但是它的成本是高的 而无人机相对来讲成本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可以用这个作为补充 它长城打击火力的不足 或掩盖它 就可以去填补它这个长城打击火力 没有办法触及的对象 特别是当对手是采取一个所谓的 不对称作战 它有非常小的分散的火力的时候 这时候无人机就变成它的功能就非常重要 是 老师刚刚讲到 特别想要远程打击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来假设现在美方 日方跟台湾的空中的兵力 又可以靠无人机如何来做消耗战 当然它就是说它如果是针对台湾的 就是不管是台湾或日本或是美国的军机来讲 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干扰 它也可以进行一些攻击 这个的确对于 因为战机的成本比无人机成本要高很多 所以它可以说以下式对上式的方式 对于对手的空军的战机 带来一定程度的干扰跟攻击 但是也有一个在前苏联时代的时候 就有一个庞大的诱敌的计划 就是将大量的比较劣质的战机 已经拍不上运用场 大量的改成无人机 然后去进袭 就是摆出来明目张胆去进袭 这个航母的打击群 那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就会用所有的防空飞弹精锐进出 就打了发现都是劣质的无人机 所以整个战场之中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这个无人机也可以当诱标或诱饵来做 而日方能够真知这个东西 是因为共军的无人机 在穿越民航的航道的时候 会开启一个叫做ADS-B的通报系统 这个ADS-B一接到 然后他们就知道 有这边它经过这个动态 所以派了飞机去拦戒它 但是真正实战状况 这些东西都不会开 所以我们今天经常听到 说台海周边这个活动那个活动 那其实是因为人家打开了相关的电子仪器 让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 但是它要真关掉 我们能不能确实能够抓得到 这里头有很多的变数 所以大陆上一直在谣传 歼20老早就飞进来了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证实 双老师我们要补充 在无人机方面 现在对于中国大陆 应该不说中国大陆 全球来说 在战场上面的重要性 一直在提升 是 当然相装武艰自在配工 这语大家都熟悉 当然是来者不散 好 这一天我们来关心4月23号 这一天是中共的海军 建军已经75周年了 这一次的建军竟然也邀请到了 台湾的媒体一起去参观 这个非常特别 是位在于青岛的海军潜艇的学院 校方这一次让媒体来参观的项目 我们来看到 包括了潜艇的操纵运动的仿真 训练室之外 我们来看到 还有在校二年级学生 来操演渡海登岛 400米障碍的科目 还做了一个简报影片 甚至播放了前射弹道 飞弹还有试射的画面等等 针对这些操练 是否是针对台湾 是遭到校方的否认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潜眷学校做什么 创立在1953年 是毛泽东他亲自签署的命令 所成立的 那至今已经培训了 签名军事的留学生 数百名官员的政府官员等等 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 他说是为了提升学员的 综合素质能力 培养完整的战斗作风 而且是不针对 这边强调任何的目标 我们来看到这个 建军75周年之际 为什么这一次 突然间可以开放了台湾媒体 来参观海军的潜艇学院 是希望达到什么样的 一个宣传效果 马老师 我觉得这个 我比较没有从这个 威辙或威恶的角度来看 因为其实以 中国大陆现在的军事行动 对台湾来讲 这个压迫性已经十足了 他特别要找媒体来看 这个登岛 感觉意义上也不大 但是这一次开放台湾媒体 的确在这个 你可以查到资料里面 应该真的是第一次 过去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 应该只开放军官参加 那可能一般的媒体 是不能进去参观 或者是登见参观 那这一次他这个活动 是开放媒体上去 可是他不是采访 他只是让你上去看 他也不能拍照 也不能摄影 但是他某种程度 想要透过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常常说 这个海军的这个开放 常常都是敦目 就是有时候会靠个岸 让人家上 这个进来参观 但是这个参观 你看得到的东西 绝对跟亲密都无关 所以这个在线密上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他在传递 这个讯息上面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 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大家觉得 反而觉得是 有一种清明的感觉 你知道我们的学员的生活 然后他们也就是血肉之气 也是人 反而是拉近彼此关系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没有特别觉得 他是在用这个东西来恫吓台湾 因为平常的动作太多 是 好 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来 去解读这一次的参观的动作 同样开放参观的还有什么呢 就安排记者前往的是在青岛港 这个是3号码头的地方 也是让记者前去参观 这一次是做什么 登舰 参观就是这个 画面上您看到052D型的驱逐舰 好 这个是贵阳舰 那和051C型的驱逐舰 石家装舰的内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他搬出了最先进的 这些万顿大区 让台湾媒体参观 这个这一次有没有宣传 还有威者的一些意味呢 贵大使怎么看 这样子这个其实70年 就是说5年前 他70周年 这是75周年 那时候也是扩大举办 只是说他当时只邀请外国的军官团 军官上建的媒体通通没有上去 这一次活动不是只有台媒受邀 有外媒港澳台一帮一缸子 都有 那我们台媒就三个人 所以我认为这个题目 可能是我们台媒提出来问的 那我觉得就是视野太小了 中国大陆是做国际宣传 不是对台湾做宣传 所以他当然就说 他不会 他任何都是标准的 他不具针对性 他任何的操练 或者说演习 都不会具针对性 那不过他这一次倒是 我觉得这个跟过去5年前 他事实上他没有 他5年前他没有开放这个媒体 就受邀的外媒跟港澳台媒体 登检这次开放 那可是他还是有条件 不能摄影 那可是呢就展现说 中国大陆现在他的这个所谓宣传 军事宣传 事实上军事外交 他的尺度更大了 那自信性也比较强 那他这一次这个052D 其实为什么选这一型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型 是现在目前中国大陆 事实上数量最多的一型军舰 他实际在服役就25艘 另外正在水室 还有正在制造 还有已经在西装的 加起来差不多有10艘 那这个大概7500吨 现在是等于中国大陆海军的一个主力 主力这个飞弹 飞弹这个驱逐舰 飞弹驱逐舰 那我觉得他就是说 已经可以拿出来 公主一室 让大家上去 尤其是媒体上去 让大家看 那当然是要展现中国大陆 现在海军的实力 对啊 那你说他要威责 他不是只威责台湾 他是威责所有的国家 尤其要给威责给这些 日本 韩国 美国的媒体 上去看一看 中国大陆飞吾下阿盟 是这个军事实力 是实打实的 可以让你看 那么就这一艘7500吨的这个排水量 满载排水量器 有64个垂发系统 你去看看韩国的那个 最近的那个 他那个四中大王还什么 最近一艘 1万2000吨 垂发系统也差不多这个数目 所以这个垂发的话 基本上你看他搭载的这种 这种的武器 这么多元 我觉得就他来讲的话 对大陆来讲的话 他就是让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军事的实力的 到达什么样一个水平 好 刚刚从外交 还有政治上面的层面来做解读 我们现在来往下 就这个真正的军事实力 来做一些解读 尤其我们要讨论的是 中共目前的前舰战力 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台湾的国防院年度报告说 现在中共前舰总数有70艘 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是有6艘是核动力的弹道飞弹的一个前舰 还有6艘是核动力的攻击前舰 还有其他是裁电动力攻击前舰 那目前全世界共有6个国家是拥有核前舰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集 包括美俄是现在目前的第一名 这个核前舰变为第一集 第二是英法 再来中共第三 好 我们再来特别关心到中共新一代 包括我们现在要讨论到的 095型跟096型的这个核前舰 前舰之后 共军的前舰战力就有望 现在说有可能来跟美俄来并驾齐驱吗 老师你怎么看 他现在在加强就是我们讲的前舰战力 因为海军 水面舰它已经大达一定的水准 现在是水下舰队 然后我们知道 美国总共有71枪前舰 但是美国的全部都是核子动力 攻击前舰跟核子动力 弹道飞弹前舰是这个样 那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只有12艘 6艘是核子动力攻击前舰 另外6艘是核子动力弹道飞弹前舰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那就是那核子动力的攻击前舰之后 就095系列 095系列的话 它会挂应急18 应急18的反舰飞弹 它也可以挂海洪旗 就是从里面发射去打那个飞机的 它也可以这样子去做 换句话在这一方面 它的核子动力的攻击前舰在这个水面下的占力也蛮强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应急18 应急18系列的 它可以打到 大概最远的话可以打到将近600公里 它在次因素巡航 但在最后攻击之后 应该到达将近三倍因素攻击 外加对禁迫防御系统的这一方面的威胁性是蛮 它对禁迫防御系统的这种 我们叫突防的人也蛮强的 因为最后的速度太快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096的弹道飞弹核子动力的潜舰 它这个是它的王牌 因为我们知道核子动力三位一体 一个是我们叫地窖式地井的地对地的 就是弹道飞弹 这都是洲际飞弹 由长征 由这个东风系列的帮它去发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轰炸机 这是它的弱项 因为它只有轰6N的这种具有在这个核子武器的轰炸机 但是它是属于中型轰炸机 而且它的航程最远最远只能飞1500公里单程 作战半径只有2500公里 所以这是它的弱项 当然它的轰20还没有出来 所以它现在也只有轰6N在这边做弹道飞弹 就是由这个轰炸机来发射 那个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096 但096可以在居浪3 居浪3可以打1万2000公里 而且它的这种 它在这个水下的 因为它核子动力 它可以在下面长时间隐匿 然后在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可以在水下就做发射 那这个打1万2000公里的居浪3的话 那几乎可以涵盖到整个美国 就是世界各地了 就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有搭配的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它排到第三树 要往上跳升 因为它除了这12树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采电传统动力的攻击前接 那这样的话就要采电 它就要起来要换气 为什么它充电 它就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核动力是不用充电的 直接就是核动力的 它可以无限使用 无航程限制 但是传统动力的一定要来充电 你充电就要浮起来 你浮起来就很容易被发现 因为就算是晚上浮起来 但是红外线知道你在充电 热热的 在冒气的 在海上 大海上面会有冒气的 红红的 为什么红外线感受到那温度了 就抓到它了 那就是 所以这个传统动力的采电 是有它的短板 那在未来 那么多的高科技的征收双倍 包含人造卫星 包含红外线 也包含 这个核程孔径雷达照相 都可以发现到它 所以变成核动力越来越重要 传统的采电的这种潜舰 慢慢慢慢就要被取核待置 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军事 2023年日本向美国采购 大约达到400枚的战斧 长城巡翼飞弹 我们来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 将会部署在海上自卫队 神盾舰这一艘上面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今年3月开始 已经展开了战斧的使用 跟上面的训练 海上的幕僚长这位是九景良 他说未来自卫队将会和美军 共享攻击目标的一些情报 那么也传出防卫省 为了强化自身的海战 还有伸搜能力 今年开始会投入达到了 3731亿日元 换算新台币达到了811亿 来建造一共达到了两艘排水量 达到12000吨的 刚刚我们提到的 神盾系统的搭载舰 好未来这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会搭载的就是美国的 1600公里的战斧 公路巡弋飞弹 还可以装设射程达到 900到1500公里的 12式增程型的反舰飞弹 好另外今天我们要来带您大PK 看到的是日本的这个神盾舰 PK上解放军的055的飞弹 驱逐舰 各自有哪一些优势 谁比较强 等一下舰长一次来帮我们做解析 好所以先来看看 根据日本的 根据公开的资料 日本目前拥有10艘的神盾舰 我们刚刚说了 它搭载是美国战斧飞弹 还有自己研发的反舰飞弹 主要战略的想定是什么 舰长 首先我特别要说一下 日本它不是一个很能够独立去 它要想干嘛就干嘛 它的建军是比较困难的 它必须要听从美国的 所以很多日本在做什么 你第一个要跳到后面想 其实是美国在想什么 美国很确定的 现在第一岛链 它的自空自海 它是输给中国大陆的 所以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战略 这是我听过一个帅话 你们讲一讲 我觉得它讲得太好了 它说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战略 就是火力向前 兵力后退 就是人我往后跑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前面装一大战略 所以你看它现在所有的做法 第一个就是在附近 日本也好 菲律宾也好 它建了很多飞弹基地 第二个 它所有现有的这些飞弹 它尽量伸得远 原来还不是说打600公里的 我现在想办法打1000公里 打1000公里 只能够打陆地的 我现在希望它能够改变 能够先打水面 所有在最近看到美国的这些战略 就是我刚符合刚刚说的 它仍在后退 但它希望火力向前 这是第一个 但是它想做的是一种 用传统的这种火力 去达到一种嚇阻的效果 假如你想用传统的火力 或者传统火力就像战斧 传统的鱼叉 什么都是所谓的传统的天宫二 什么的 那个爱国者 通通是传统的 什么叫做非传统的 就是核弹 假如你去想要说这种 传统的能达到什么贺阻力 我请大家想一个问题 二战的时候 人类第一个在使用的核弹 叫小男孩 小男孩的核弹的威力 是1.3万吨 核弹量的1.3万吨 叫这个数1.3万吨 如果你今天去想一个东西 你去跟中国大陆作战 我丢一个小男孩的核弹量 丢到中国大陆 我不管哪里 能不能够嚇阻 北京发动一场战争 好比说他现在决定要武统 你可以去改变他吗 可能你认为可以 可是我再换一个跟你讲 你是不知道这1.3万吨 如果换成传统核物 好比说战斧 你知道他相当于多少 多少每一战斧 在每一个的战里头是480公斤 我给你加一点算500公斤 500公斤是多重 0.5吨 0.5吨 我刚刚说小男孩是多少 1.3万吨 除以0.5是 2万6千枚战斧飞弹 也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小男孩一个 我可能嚇阻不了北京的话 那你今天400枚战斧 有什么用 因为那相当于2千6百枚 所以当你想要做嚇阻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一个 这个嚇阻有没有用 好比说我们这里经常有时候 我们这里在想说 我们造个100枚的什么什么的 打得很远的 你先想这100枚要多少钱 我先不要讲 因为打得越远是越贵的 就算你真有了100枚 我有时候跟军方的人在讨论 我说你现在开始坐下来 你写大陆的100个目标 暂时统统给你打掉 统统给你打 因为他只能打一栋楼吧 能不能够扭转这个战局 如果不行的话 你真的要想另外一个方法 这些东西是扭转不了战局 你想要去威贺 贺阻也贺阻不了 因为现在真正能达到贺阻的 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核武 好 建长已经帮我们看到了 这个战斧寻衣飞弹 他有他的短板 我们继续来看到 他会在2025年开始持续的交货 也许部署在几个地方 带你来看到 包括画面上您看到的 横须贺的基地 京都府的武贺基地 还有长崎县的佐世保克的基地 神盾舰上面主要是用在行驶 刚刚建长已经帮我们提到了 反击对方的部分 在基地的上面 再来看到海上部署的方面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 是未来日本这个 飞弹防御很重要的基石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自卫队 不管在海上 陆上的飞弹能力都在提升 如何看这样的战略部署 大仲老师 我觉得它的源头 是在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日本政府所谓的这个 安全的三个文件的修订 国家安保 第一个是国家安全最高 然后是国防安全 最后一个是防卫力准备 基本上就要赋予日本比较多的 贺阻力量跟攻击的势力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自民党政府是 要增加日本国防预算 再从2023到2027年5年内 国防预算的总额要到43兆日币 几乎是比过去翻了一倍 是 所以在这样大的架构之下 所以这里面刚才图卡上提到的 12式真层型的反舰飞弹 跟像美国购买 这所谓的战斧薰衣飞弹 都在这大的规划里面 是 那重要的地方是 我觉得日本还是有它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夹场地跟矛头 很明显 就是俄罗斯 北韩跟中国大陆 对 那目前看起来 中国大陆其实就是这个直指 目标直指的最重要的方向 那刚才讲这个神盾舰 其实日本神盾舰一直是 它一个海上自卫队的主力 从过去到现在 从最早的金刚级有四艘 爱荡级 摩爷级 那现在说要建造的这两艘 上面应该会搭配 刚才所讲所有的武器系统 包括比如说 标3 标6 基本上是防空 那十二式的增程 这种反舰的飞弹 是针对海上的这个目标 那还有所谓的战斧群影飞弹 它可以攻陆 那射程都增长 那它当然是要建造的是两艘 大概都是一万两千顿级 在自卫队海资的历史上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那我看到它的造价 大概是八百多亿台并 因为它的造舰技术 可能是相对的成熟 那刚刚图卡上所讲的 除了雷达很重要之外 还有它的垂直发射系统 大概是可以到128个单元 那里面做这三种飞弹的 不同的一个配置 那当然可想而知 它是建制的 当然是中国大陆海军 在过去二十年当中 值跟量大幅增强 量就像下角子 那值各式各样 包括等一下会提到的 这万顿大区 都是它的家乡目标 是 好 日本现在 建制中国大陆的海军 刚刚老师已经帮我们 特别提到了 真的能够对共军 发挥贺阻的威力吗 老师怎么看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 贺阻的一个威力 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脉络 因为美日不断地在做 这些相关战略上的一个 串联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最主要的一个 家乡体当然就是中国 那所以从这个面向上面来讲的话 它当然希望他们连续 而且持续性的一些动作 包括这些战略战术武器 增强的一种可能性 去制衡中国大陆的一个 军力的一个扩张 这个当然是一个 明显的一个脉络 但就是说我会认为就是呢 其实日本在这样的一个 跟美国合作的一个 过程中间来讲的话 它当然也有自己本身 本身国家利益的一个盘算 比如说你看 最近几年来说的话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些相关的一些逻辑来讲的话 其实日本有时候 也会喊得漫天响 那主要的一个脉络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它也有希望能够 借由这样的一个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这些相关的一些脉络 周边有事 这些相关的一些脉络 去突破战后的一个宪法 对日本产生一定程度的 一个制咒跟限制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万顿级的一个神殿舰 神盾舰 或者是那个反舰的一个飞弹 或者是公路飞弹来讲的话 等等来说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日本在这一连串的一个操作过程中间 它的整个的一个武器的一个设备系统 来说的话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提升 那第二个日本策略上的一个盘算来说的话 它也很清楚了解 美国跟中国在博弈的一个过程中间 美国是要仰赖日本的 那所以呢 日本希望能够借由美国需要 日本这样的一个逻辑脉络 也希望他自己本身 在美国博弈的过程中间 能够增加自己本身的一个 谈判的一个筹码 让美国给日本 更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 那所以比如说你看 400枚对一个战斧长城 巡异飞弹等等 或者是美国跟日本 要共享攻击目标 这些相关的一些默契或者是共识 你会发现就是说 日本在这整个的一个战略布局上面来讲的话 它已经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地位 那也就是说 借由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日本虽然跟美国在做一定程度紧密的一个合作 希望能够制衡中国的一个力道之外 日本其实也逐步的希望能够去 进一步的落实 或者是保护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国家地位 或者是国家利益 好 我们继续来做一个大批 可以当然请到舰长来帮我们看到 先来看看这个神盾舰嘛 日美一起合作的 再来还有这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055的部分 等一下请舰长来帮我们做大PK 现在解放军正在建造的是 以南昌舰为首的这个万盾大区 055型刚刚提到的飞弹驱逐舰 它的功能的部分先来带大家稍微回顾看到一下 满载排水量12300吨 配备的是11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 可以发射强箭 10巡异飞弹 多种型号的应急反舰飞弹 还有和防空的飞弹 好 这位是解放军的前海装副部长叫做赵登平 他也指出一艘055综合作战性能 相当于是四艘的中华船盾的052C型的驱逐舰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055对上日方的神盾舰 双方的优势是什么 刚刚舰长已经帮我特别提到了 雷达很关键 怎么看 这个战场所有都是两个东西在比 一个毛 一个盾就在这个 你的毛厉害了 我就想办法有一个更强的盾 我的盾很强了 你就想办法发一个更尖的这个毛 永远就这样比 那记住很多人听到美国神盾 中华神盾这些盾 你记住它是神盾 记住那个字是盾 它不是神矛 所以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神盾舰多不多 多不多厉害 它的真正的厉害是它的盾 也就是它的防卫 它的防卫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它的项列雷达 那除了项列雷达 早期的雷达 你们可以看到二战的时候那个雷达 它是一圈圈在那里慢慢转的 如果你还记得到电影上 怎么去形容那个黑的画面 转过去一圈 有一个目标来就低 亮一下 转一圈低 目标亮一下 它就从这个亮的中间去抓这个目标 你知道 如果你这个雷达四秒钟转一次 我大概两次八秒 我才能够抓到两个移动点 建立它的追踪 那有的还12秒 有的还20秒更久 所以这种很慢的速度 没有办法适应现在的战争 现在如果来个略海飞弹 你发现它已经在门口了 它在超音速你一点救都没有 像好比说这一次那个 莫斯科号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莫斯科号被一枚 一枚飞弹就给它打成了 那枚飞弹的实力相当于我们的熊二 不是很先进的 为什么 它就不是神盾 那神盾怎么做呢 你这样子一遍一遍的传统雷达 它不用 它用的是一个整个的 叫做电子扫描 我整个空域 我现在传在这 整个附近360度 所有的空域 我用电子扫描 两秒钟 我可以扫描完 两秒 整个空域 扫描完空域 这里面好比说我发现了230个目标 我同时建立230个目标的追踪 然后我可以同时追这里面的 12个目标开始攻击 你就想想看 它的那个进步的 盾进步的程度 那是翻天覆地的 所以现在的战争来讲就是 如果你没有神盾 基本上你在海里海上 即使用熊二这种等级的飞弹打你 你也只是挨打的分 所以一定要做神盾 那神盾早期当然是 美国是最早的 它已经三四十年以前了 日本大概随后也在二三十年了 中国大陆比较晚 但是中国大陆因为晚 它就有一个叫做后发先制 所有的武器都是如此 所以中国大陆它所有做的 它第一个就是 以前都只有一种频道的项链雷达 这是美国的早期的 日本的都是如此 但是你就发现 一个频段的 你到底要看小目标还是大目标 大目标你要看得很远 那是一个频段 如果很小的目标 所谓很小的目标 攻船飞弹 贴着海过来又近又低 那种看很远的目标 看不到 所以它就要有叫做双频 现在的中国大陆新建都是双频 就是又可以看远 又可以看小 一个是X band 一个是X band 这是早期的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你就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做的这些东西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主动式跟被动式 那个讲起来非常复杂 早期完全不可能做到主动式 现在早期一个东西这么大东西 它现在可能说到这么小 就是它这个微型化 让这些早期不可能 它都可以做到 所以现在来讲 美国可不可以做到这种先进的 也可以 但是对不起 它有七八十艘 都是三四十年前建造的 你要把它全部淘汰吗 淘汰 怎么可能 那你说你给它换装吧 那是扒长破度 整个扒开 你干脆重建算了 所以美国新造的少数几艘 是我说的这种 老齐的通通不是这样 那日本早期的都是跟随美国的 那十艘 这两艘我研判是新式的 但即使它是新式的 你看看动物已经是八加四 叫做现在有八艘在服役 建造中的还有四艘 它将来还会更多 所以日本在叫做神盾舰 这种档次上 它在追中国大陆的车尾灯 目前在很辛苦的追 能不能追上还不知道 但是目前它是输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055的部分 刚刚这个舰长已经帮我们特别提到了 最后是发制了它的这个后发的先制 在技术上面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量 最近在不断的增产当中 未来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益平洋的局势 我们等一下请大钟老师来看 先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目前已经在使用的这八艘055的部分 它已经平均分配的部分 是给了北海舰队还有南海舰队 然后现在看起来是还是难以满足 三航母打击群的远洋需求 所以现在持续在新舰 那目前可以看到新舰的第二批 有包括了9号舰10号舰等等 都在整装的阶段 未来会配备给东海舰队 请大钟老师来帮我们看 他们在快速的增产 未来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局势 我还刚刚满同意舰长所说的 就是中国大陆海军的发展 是有后发的优势 因为这跟科技的进展相关 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 它这个055大区目前八艘第一批次 那第二批次还在陆续建造当中 就是为了要因应它未来整体 这个三个舰队的均衡 还有包括它的航舰 打击群的所需 要做的规划 所以目前来讲 这八艘当然是远远不足 但我们要知道说 除了055大区之外 还是要搭配它其他主要的这个 主要水面作战舰的数量和分配 那因为我们也不陌生 052C052D 也是中国大陆海军发展 已经很日新月异的这个驱逐舰 那还有它的054 他们叫做护卫舰 大概在我们大概就称为是 比较像巡方舰等级 它的数量其实也非常的多 我们如果回顾一下 美国从川普到拜登时期 基本上美国的军方会讲说 他们的舰队的数量是不足的 跟中国大陆比是区距落势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它所要负责部署跟防守范围 可能比中国大陆还更远更多 从中东到欧洲到各个地区 西太平洋整个印太地区 所以它要分散的地方很多 那它又面临到中国大陆的后期 直锈 咄咄逼人 所以它是需要更大的一个 造舰的经费来去指引 但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问题还是时间 因为美国也有一些新的造成计划 水面的 水下的 但是都不是一处可救 都需要时间 所以他们也比较担心 是在换带换装的过程当中 一个时间的空档 假设真的不幸爆发 美中的战略冲突的话 美国可能会比较去弱势 因为中国大陆的力量比较集中 集中在它的周遭 所以这个也是观察的重点 好 持续来看到 那么在共军对日本航母的布局 目前的掌握度来观察 是日本的防卫省 统合幕僚监部 3月26号公布的 说共军一架 无真7高空无人侦察机 这个名字又叫做 翔蒙无人机 从日本海 接近了日本本州西侧 空域座盘旋 好 这一台是无真7号 首次出现在日本海 虽然它航程目前看到 是达到7000公里 但是可以引导东风21 板件飞弹 攻击航母 以及这水中的 中大型的水面目标 好 特别来请教 这个老师你如何看 无真7我们刚刚说了 现身在日本海 帮东风飞弹先来摸个底吗 基本上我认为 当然有可能是无真7 他现身日本海 那片海域来讲的话 当然是有可能 为东风飞弹来摸个底 或者是去测试 或者是评估 第一级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部分 确实不能排除 这个部分当然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来讲的话 就是说 因为你看美国跟日本 最近都有一系列的一个战略 或者是整个战术部署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动作 针对中国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你从这个逻辑上面来讲的话 中国势必要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动作 去做回应 因为这个概念是 苏拉姆苏丁的一个概念 你步步进逼 那我基本上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相应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更进一步 那所以呢 中国的无真7 这个动作来讲的话 我认为也是一个 希望能够借由我自己本身的一个动作 去对你产生一定程度 吓阻力量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第三个原因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 因为你看无人侦察机 它这个主要的一个脉络来说的话 其实可能还是跟侦察 或者是收集相关的一些资讯有关 那所以呢 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美国跟日本的一个联合战线 动作平平 我当然希望能够去摸你的虚实 你到底是希望 借由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来虚张声势 膨胀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谈判权力 还是呢 你确实有战略清晰的一个步骤 对我采取一个步步进逼 这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那所以今天 借由这样的一个征搜的一个概念 我如果能够去更细致的了解 美国跟日本相应的战略战术 动作来说的话 对我的一个因应来说 也会比较 能够做比较有效的一些因应 是 好 谢谢老师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